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 你今天回来得这么早 是陪我玩吗 嗯 晚一点陪你玩啊 妈妈 你怎么了 妈 没什么 就是有点累了 休息一会儿啊 谢谢小宝 谢谢小宝 妈妈 先起来吃一点再睡吧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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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了 开工了 小宝 怎么回事啊 几点钟怎么不开工啊 车坏了 车坏了 这 怎么回事啊 钱送粮断了 这可麻烦了 我记得我上次给你修车的时候啊 你那个钱送粮以前换过 应该没过保修期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咱们 咱们去开一个鉴定证书 就能找厂家换一个 是吗 是啊 那舅 先生 您好 这发票是什么了 你这是二手发票 二手发票不能证明 你这个原来的原始的东西啊 二手发票也是发票啊 你看我这有日期的 我们要的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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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早餐拿着 小宝 晚上回来吃晚饭的时候 一定要热一下 不能再吃凉拌了 还有那个 上课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听讲 没了走事 小宝 记得跟老师说一下 交午餐的钱 妈妈过来两天就交出去 啊 啊 小邱 你好歹吃点吧 啊 你 你这么不吃不喝 你万一生病也怎么办 我真的吃不下 我现在就生着急上火了 你是不是要你吃点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说我能怎么办啊 打官司 打官司这段时间 我 我怎么生不住啊 小宝 小宝怎么办啊 我还有贷款 我 我还有债 我还怎么办 总能解决的 你别着急 着急也没用啊 怎么回事 啊 把车开到路中央 想不让别人过来 看看 都开走 来看 我们要处理事情 你都看一看 你处理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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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静静 别吵了 都回去吧 我们 人在阴导了 人阴导了 赶紧送医院 送医院的送医院 其他人把你们的车都开走 不让我开罚单了 听到吗 警察 警察 事情没几点 我们怎么走 赶紧把案件送到医院去 让你的人赶紧走 知不知道 这是严重的影响秩序 你少来这套 庚强 你除了秉公办事 你还会什么 我告诉你 今天来的这些司机朋友 都有自己的感情 你不要以为 只有你自己有感情 你不要因为 几年之前的那件事情 就对司机有偏见 让我一遍 现在不是 我跟你吵架的时候 赶紧把人送到医院去 听到吗 起来这 赶紧走 小高 我一会儿要去采访那个母女 这个就麻烦你了 好 好的好的 没问题 放心吧 好 那你回去吧 别忘了吃药啊 队长 今天因为我 当着她一会儿正经验 行了 你别说了 我一会儿还得看我妈呢 那 我先回去了 那我跟你说 那这事我一定会管 一定会让她们有一个说法 谢谢队长 回去吧 来 好 姑娘 是 你 舒平 舒平 再见 太好了 你在这儿 你怎么来了 有个新闻 你赶紧报道一下 就这事 安小秋的车出了点问题 厂商不讲理 他们现在闹得很僵 我想请你帮忙报道一下 这样 安小秋 就那黑车司机啊 他现在已经是 出租汽车司机了 你不是整天 绑着一张禀宫办事的脸吗 怎么对他的事情 这么关心啊 我看他挺不容易的 这不见得你关心关心 你做了什么呢 没什么 我想你要是报道一下 肯定能有影响力 多少能管点月 你说报警棒 电台是你开的 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啊 你才没同情心呢 我只是尽我自己的所能 给你提个建议 至于是否接纳 随便 要想了解情况 去找郑伟明 我走了 警察有什么了不起啊 就是要拿过去压人 我们都来跟你反应一下 你自己来好好报道报道 就是啊 虽然我们造成的交通堵塞 也有政府在这儿 不过人总得要有个人气窝 对不对 就是啊 人都用脑了 就是啊 人都用脑了 就是啊 就是啊 人都用脑了 你还闻到会儿啊 你还闻到会儿啊 咱们直接记得吧 再说好不好 慢慢说 别打一会儿乱来套 大家不要着急 大家不要着急啊 我先了解一下情况 先去找这家看一看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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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肯定要同情 啊 我们肯定要对这儿 吃饭了 行 他还有个孩子啊 你说谁啊 小秋是吧 嗯 对 她有个小孩儿叫小宝 上小六一年级了 小宝 哎呀 小秋一个人带着那孩子 挺不容易的 这次还真有点像 太好了 郑师傅 等会儿你快点开啊 行 小宝 小宝 刚刚的这家小鸡也好不好 嗯 妈妈 你不能出去 你病还没好呢 没关系的 乖 挺好 妈妈 你不能出去 你不能去 小宝 给妈妈 你不能去 你不能去 什么什么 我去开 我去开 小宝 叔叔 妈妈又要出去 你干什么去 叔叔 妈妈不听我的话 妈妈的病还没好 叔叔 你快点去去妈妈吧 小宝 小宝 你身体这么虚弱 不许你去 书记者也来了 哎 书记者也来了 快里边坐吧 随便坐 随便坐 我给你倒水 小宝 拿你的糖给阿姨吃啊 嗯 家里的地方小 我给你吃 你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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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 来 妈 拿着 来 妈 好 这是你们 妈 咱们的信 真是你们写的 小秋 书记者找你们两个找苦了 真是太好了 终于找到你们了 我们电台想给你做期专访 不必了吧 其实我只是做了点 自己想做的事 表达一下心意而已 这是宣传嘛 听众都非常关心你 而且大家都非常想知道 你是怎样的母亲 过着怎样的生活 书记者 我想你们都误会了 我不需要别人知道我的生活 是 我是很穷 没钱 可是我没你们想象中那么复杂 我很简单 我只想知道 怎么能修好我的车 怎么能赚到更多的钱 照顾小宝 至于你们的好奇心 我不想满足 小宝 你们回房间好不好 嗯 书记者 小秋刚才的态度你别介意 我们都是考车吃饭的 她的心情 我不会介意的 不过厂家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是啊 你没有发票和保修卡 你即使开了鉴定书 厂家说不管就不管 维修站都这样 只知道赚钱 不管百姓死活 可是吗 我承认 那天是我们不对 有点冲动吧 可是 你们都是有感情的 人心都是肉掌的 我了解了 你看看小秋这个家 这还像一个女人住的地方 小秋还得还债 还得供小宝生活 上学 她还得还贷款 我那个车就是贷款买的 我知道还贷款的压力 还贷款就意味着 你每天必须都得有进账 而且你的这个进账呢 还得达到一定的数额 否则你不能收工回家 要不然贷款哪天能还得上 我真没想到 她的生活已经这样子了 还能捐助别人 我想这个消息啊 一定让很多人都会震撼的 书记者 我觉得震撼不震撼的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小秋的车能不能修好 她如果再不开工的话 就真的是要接不开锅了 嗯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看 你们媒体的力量大 你 你能不能帮帮她 解决点实际问题 书记者 我文化水平低 不太会说话 你放心 你回去转告她 让她好好休息 先把身体养好 厂家那边就交给我了 真的 嗯 总之啊 你就放心吧 我想这件事情 我应该会搞定的 嗯 嗯 你好 请问这儿的经理是哪位啊 我也是 你有什么事 嗯 请坐 好 谢谢 我给你倒白水 真没想到这儿的经理这么年轻 小姐 您会姓 哦 我姓叔 叔父的叔 哦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吗 是的 是有一件急事 不急 你慢慢说 嗯 我爸送给我一辆车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哪儿坏了 嗯 什么梁 我也不懂 车还有梁吗 是钱送梁吧 这问题严重了 我爸是海华集团的总经理 他现在正在国外 和外上 谈判那些合作的事情 我又一会儿半会儿联系不上他 发票还有凭证什么的 我又找不到 怎么办好呢 没有发票这就难办了 你车什么时候买的 肯定是在保修期之内 经理 您就帮帮忙吧 我每天上班 没有车子的话很辛苦的 这样吧 你开一个鉴定书 然后我这边就好说话了 我再给你修车 真的 没有发票凭据什么的也可以啊 绝对没问题 这可是您说的啊 是我说的怎么了 您能对您的话负责任吗 那我先提安小秋谢谢你了 安小秋 对啊 就是那个找过您很多次的出租车司机啊 他的情况和我说的是一样的 所以说 也能修啊 你说是不是啊经理 这个是我的名片 想通了可以和我联系 再见 等等 我修 谢谢 谁啊 小秋 郑师傅 有事儿 进来坐吧 不做了 我跟你说 那个那个车子前纵粮 可以免费换 这 怎么回事啊 都是那个书记者 他 他帮的忙 我还以为我下午说那些话 他 特会生气 没事 那个书记者人挺不错的 挺爽快的 没那么小心眼 那我怎么还他这钱啊 你 你配合他做那期节目不就行了吗 我还有事 那我先走了啊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车就在香港了 没事 你帮我这么大的忙 孙小雨应该的 我可不敢抢工 都是书记者的本事大 车修好了你 这点能开了 我恨不得现在就能拿到车了呢 你呀 开车还是要注意身体 不能老这样 我没事 上去好了呢 你看你 你老这么说 我知道 你就你一跑那辆 我 我们好多那大老爷们 他都跑不了 还有一个 我跟你说 还有啊 你 你不能这么玩命地开 你想想看 万一你要是倒下了 小跑怎么办 我知道 放心吧 这几天没少给大家伙添麻烦 你帮我跟他们说一声 挺不好意思的 还有 还有书记者 书记者 他那你得自己去 我知道 我会当面跟他道谢的 行 回去吧 慢点啊 走了 走啊 你过来点啊 太黑了那边 把这个圈 给我看看 嗯 站直了 怎么样 我的眼光当然不错了 就是有点太贵了 新发布会 多重要的事情啊 就算这个 到时候再带走花 带花多快 像结婚一样 我可是已经当你向我求婚了啊 嗯 等咱们啊 把这分公司的事情处理得有模有样了 爸爸那边自然就不会说什么了 所以啊 这次你得加油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对了 会上的一些事我都安排好了 记者那边我也打点了 没想到你的动作还挺快的嘛 工作上的事情我从来不马虎的 好 我等着你把这第一炮打响了 你啊 这样吧 三天以后 你过来拿车吧 三天 怎么了 三天你还先晚啊 我告诉你 这要不是领导打招呼 你这车得修一天气呢 不是 师父 你误会了 我是 我是没想到三天这么快 能修好啊 没事 那么 三天以后你过来拿吧 谢谢啊 没事 我今天刚刚刚一个歌手 我特别喜欢她 是吗 但是手机有点烦 我得先让娃娃出去 看她 加冰箱 行 那你先去 我等会儿找你了 好 小学姐 你好 你好 师弟者 我今天是来 不用跟我说戏 车怎么样了 已经送去修理厂了 说很快就能修好 那就好 师姐姐 那天 是 是我的脾气不太好 请你 请你不要太介意 对不起啊 没关系 误会而已嘛 你那个节目还想做吗 你愿意吗 队长跟我说了 如果要是能帮上你的话 我 我愿意 小学姐 你在我眼里 和别人真是挺不一样的 按理说 别人都挺喜欢上节目的 我就是个普通人罢了 主要是 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所以 我尊重你 我们只谈性 好吗 妈妈 好了 别跑了 别跑了 你跑了 你好 帅了 帅哥 妈 我知道你要问我 然后你这么下车 我就穿回来了 妈又不会跑掉 妈妈 老师说要开家长会了 哪天啊 没说 晚上就说要开家长会了 行 妈妈去啊 妈妈 那爸爸呢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快啦 快回来了 妈妈 我好久都没见到爸爸了 这次我想让他来带我开家长会 我还跟同学打了赌 他说他爸爸比我爸爸高 我不相信 我要爸爸来跟他爸爸比一比 比什么呀 比个儿啊 嗯 好 知道了 妈妈 那我给爸爸打电话 爸爸工作很忙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不 爸爸不会不接我电话的 是 爸爸是不会不接你电话 可是爸爸工作忙啊 没时间给你通电话 爸爸不是经常给妈妈打电话吗 那你怎么都不告诉我 谢谢 那个 妈妈忘了吗 妈妈工作忙吗 来 小宝 来 小宝 别不高兴好不好 爸爸就是经常给妈妈打电话 特别担心小宝 老是问小宝 吃得好不好啊 睡得好不好啊 上学跟小朋友开不开心啊 学习成绩怎么样啊 妈妈都跟爸爸说了 说小宝特别乖 特别懂事儿 所以爸爸才安心地在外面工作嘛 是不是 好 大不了 妈妈答应你下次爸爸打电话来的时候 妈妈一定让你跟他说话好不好 嗯 乖 来 书包给妈妈 妈妈 我们的同学爸爸对他特别好 还给他讲故事 陪他玩 妈妈不也经常给你讲故事吗 还哄你睡觉呢 你都忘了 这不一样 小宝 你看你都上学了 已经是大姑娘了 不能老这么任性撒娇知道吗 你要老这样的话 妈妈以后告诉爸爸 爸爸就不喜欢你了 然后也不回来看你 然后让你一起想爸爸 好不好 好吧 听话啊 嗯 那今天不是礼拜四 不过呢 妈妈今天心情好 带你去吃炸鸡好不好 好 嗯 走了 谢谢 这次可要麻烦您了主任 哎 哪里话 有什么尽管问 只要我知道的 绝对不保留 我给您发过来那些资料 您都看过了吗 看了 哎呀 看了小安的那些材料啊 我心里真是难受 我就是想知道 她以前住在这儿的一些事情 哎呦 作孽哦 好好的一家人 给弄成这个样子 都是那个黄明达不是东西 就是安小秋的前夫 对 就是她 她呀 就是现代陈世美 现代陈世美黄明达 为了大老板的女儿抛弃弃女 听说她已经衣锦还乡 还要大展宏图 可是对于安小秋来说 她只有接受命运 然后还要坚强地站起来 为了女儿小宝 为了欠下的债 她用自己的双手 撑住自己的一片天 大吉者 好像你又抓着好选题了 敢人吧 嗯 不错 还真不错 有我出马哪有不好的 呦 你看你得意的 哎 这名字很熟啊 黄明达 我记得凯盛集团要开分部了 这总经理她就叫黄明达 你没记错吧 不会啊 我这宣传稿都发了 过两天还要开新闻发布会呢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怎么 我还要赶快赶稿子 一会儿上节目 哎 我说 你那劫富极品的个情 又要爆发了 我要是在古代 我就一定要做个女侠 小宝在巷口哭着说 妈妈 你陪陪我吧 今天晚上不要出车了 在家里陪陪我吧 小秋把剩下的钱买的鸡腿 给了小宝 狠狠心 还是把车开走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你们好 也许您刚刚打开收音机 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里是爱心方向盘 我是主持人舒平 下午好 刚才为您讲的是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她的名字叫做安小秋 她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也是一名单身母亲 听了她的遭遇 不知收音机前的您 有什么感想 会不会也很感慨呢 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96911 现在有电话拨打进来 我们先接听一下 喂 你好 这里是爱心方向盘 我是主持人舒平 喂 舒平你好 我是一名听众 一直收听你们的节目 首先感谢您的收听 刚才听到小秋和女的遭遇 觉得心里面听得特别不舒服 上天怎么能这么不公平呢 是啊 往往生活就是这样 哎 我想给小秋和女一些帮助啊 嗯 这样吧 您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导播联系 看看怎样进行帮助 嗯 好的 好的 嗯 这位听众 现在很多电话打进来 我们把机会 留给其他的听众好吗 妈妈 你别忘了 今天过来开家长会 妈妈的啊 呦 厉害啊你 都上广播了 什么广播啊 没听见啊 没听到 听到人多着了现在 听到听见呗 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呀 你不就想让民团难看吗 好让别人来同情的 得了 这点事上个屁呀 妈妈 没事 走 上学去 你干什么啊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抢我托把 我抢又怎么样吗 这是你的吗 虽然这不是我的 但是是我拿来的呀 你干嘛要抢啊 我抢又怎么样了 有本事你来拿呀 拿呀 我告诉我老师 你去找呀 我告诉我妈妈 让我妈妈来找你 你除了找老师 找妈妈你还能找谁呀 你爸爸呢 哈哈 你没爸爸啊 你他没爸爸 我怎么没见到 你爸爸来接你送你呢 你就是没有爸爸 你就是没有爸爸 哈哈 你爸 跑你打人 我找老师去 黄馨月 无论怎样 打人就是不对的 同学有不对的地方 你可以跟他讲道理 道理讲不通 可以告诉老师 而不是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黄馨月 你明白吗 我看这样吧 我估计你妈妈差不多也快到了 你就承认个错误 然后我就跟你妈妈回去吧 人犯了错误并不可怕 谁还不会犯错误呢 只要你承认错误 改了就还是好孩子 同学和老师们 一样还会喜欢你的 黄馨月 知道吗 你终于来了 没有事 有事啊 快坐吧 黄馨月今天跟别人打架了 把一个男同学推倒在地上 这不 我都跟他说了一个半小时的道理了 他就是不肯承认错误 一生都不恨 这孩子可真逆了 算上打他没办法 小宝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要跟同学打架 说话 他说 大点上 他说我没有爸爸 没人用 黄馨月 你刚才怎么没有跟老师说呢 你怎么没有跟老师说 那个男孩子是这样说你的 陆老师 陆老师 小宝打人是他不对 我 我带他向那同学道歉 作为老师 这件事情 我是有责任的 我一定会好好教育那个男同学的 这样吧 你先带他回去吧 不过 明天还是要向那个男同学 我先陪你道歉的 知道吗 好 知道 再见 嗯 再见 知道 回去好好安聊一趟 给你点麻烦了 没事 走了 嗯 再见啊 妈妈 他说我没有爸爸 到底是不是真的 小宝 听妈妈说 妈妈和爸爸 现在只是不住在一起了 可是爸爸永远都是小宝的爸爸 妈妈也永远都是小宝的妈妈 妈妈现在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小宝 妈妈知道现在不是特别好 可妈妈 妈妈发誓 不久的将来 妈妈一定让小宝 构成幸福快乐的生活 好吗 嗯 相信妈妈 好 快 不哭了 妈妈带你去吃炸鸡好不好 好 你自己说怎么办吧 公司刚一开张就出现这种状况 媒体这么一闹 本来几个合作人对我们的态度就不很明朗 往后啊 还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等着我们呢 我也不知道会成这个样子 你看看你的样子 你自己说怎么办吧 总是上不了台面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的烟灰要谈在烟灰缸里 你就是不听 不是让你自己把事情解决清楚吗 这就是你解决的结果 是吗 你还有什么惊喜准备着呢 停地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 那今天的事情怎么说呢 你说话呀 我就担心这个 结果偏偏就出现了 刚回到你的老窝就出现这种情况 我一直跟我爸说我挺信任你的 你真是让我在我爸面前抬不起头 行了 行了啊 这件事情我会自己了结的 黄明达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希望你能说话算话 真没想到 小秋就像这么命苦 男人吧 没办法没法说 是 安姐真可怜 哪伙都在呢 刚好买点水果刚洗完 赶快焖着吃 来 小秋 你干吗买东西呢 你看看你 还买这么多 焖着吃吗 来 弄 钻结不容易 好东西带回去给房子吃吧 小秋啊 有什么困难尽管给我们提啊 对 有什么事开口啊 我 我没什么 我给你们说啊 秦淮路开了一家加油站 那老板人特别好 特别厚道 真的吗 现在去那加油站新开 加油打折扣 真的假的 是吗 而且我告诉你们 你们都不信 不会吧 小秋 你 你去哪儿啊 出车啊 什么不早了 也是啊 早点去 可以早点回家陪小宝 走啦 走啦 我 我跟你说啊 我们刚才那几师傅 都是好心 没别的意思 你别往心里去啊 知道了 走啦 别打开我呼吸了 没带 行 臨人 去哪儿 去接院 行 停 你快打点该处理的进会解决好了 要让我爸知道你因为自己的私事 缴了公司的大事 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我知道 我爸今天上午来电话 我东拉西扯了半天才替你马过去 你叹什么气啊 好像做错事的是我 我一会儿又给我来 好 你快点 小秋 要发票吗 就算我对不起你 你也不应该这么去闹啊 我要发票下车 我们俩父亲是什么 你怎么能把这种事情到处宣传的 我要发票请下车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闹了 我一个出租司机 能闹到哪儿去 就算我求你了 行吗 行 我私 你回来了 来了有一会儿了吧 给 这是我这段时间挣的钱 都在这儿呢 你先拿着 其他的我会尽快还给你 这钱我不要 为什么呀 我 我 我知道这点钱远远不够 可是你相信我 我真的会还给你的 我只是想知道 我什么时候能拿回我所有的钱 我 我只能说我尽快吧 尽快 尽快是什么时候 你总得给我一个确切的时间吧 钢子 我 我真的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答复 你也知道 人要说到做到的 我 我总不能随便给你一个答复吧 对不对 小姐姐 事到如今 我也没什么话好说了 我呢 跟你们曾经是不错 黄哥也帮助过我 我心里面一直很感激你们 但是我也有我的苦处 我只是一个小厂里的普通工人 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 要不 我也不会在乎这么点钱 我知道 我知道 现在我老婆住在医院里面 急等着钱去救命啊 我 总想在手上后学会坚强 总想在手上后学会坚强 平凡的人们独守着善良 总想在失望后抓住梦想 明天的我是否正能暂时飞翔 坚强坚强 我终于学会坚强 那才是幸福的方向 坚强坚强 我终于学会坚强 那才是同向天堂的光 总想在相遇是迎着希望 陈的一角落我留着倔强 总想在风里失去真影响 明天的我是否正能地久天长 坚强坚强 我终于学会坚强 那才是幸福的方向 坚强坚强 我终于学会坚强 那才是同向天堂的光 坚强坚强坚强 坚强坚强 我终于学会坚强 那才是幸福的方向 坚强坚强 坚强 我终于学会坚强 坚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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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是同向天堂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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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记者 Gal B YI bijvoorbeeld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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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